第二个问题是护身与放身有何不同 护身爱护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与他们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和睦相处的根本原因是在平等对待 如果不平 和睦就看不上了 所以和平两个字 和是果 平是因 习求一切众生和睦相处 如果没有平等对待的心 这个和睦相处是肯定做不到的 今天我们这个地球上 许许多多国家 种族 宗教 不平等 所以世界永远不会有和平 什么时候世界有真正和平呢 大家都觉悟了 人与人之间应当平等对待 人与一切动物要平等对待 人与一切植物要平等对待 和平就落实了 放生 是看到那些小动物 被人抓到的时候 就要被人杀害了 我们遇到了 这个时候应当想方设法 把他买下来 买下来 争着情形 如果买下来放生 他能活 这个我们要救他 如果看他了 就是买下来放生 他也活不了了 那这个就不必了 这个我们念佛 送金 念往生 就给他回下 给他祝福 为什么呢 他已经没有办法 活下去了 所以护生是本 放生是末 本末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放生是众生有极难的时候 这是我们帮助他也把 古德常讲 救人一命 甚遭奇迹复复复 所以要救护众生的 这些灾难 对 对